高雄一名女外送員騎車經過人舞區 路上出現未加蓋的水溝 來不及反應直接慘摔倒地 身上有多處的擦措傷 氣得拋文抱怨 事後選立局也緊急派人前往搶修改善 而另外在屏東離港 有砂石車駕駛疑似操作不當 導致砂石車反腐 晚上天色昏暗 女外送員騎車行駛在路上 突然前方路面出現一處坑洞 當下來不及反應慘摔倒地 發出哀嚎聲 女外送員連人帶車重摔在地 勾取上一排看過去 原來是其中一個水溝沒加蓋 從坑洞中還可以看到水管管路 周遭竟然沒有任何防護措施 事發在16號晚上7點多 高雄仁武區仁林路仁安一向 當時理性女子騎著外送機車 途中卻出現一處60x30公分的未加蓋水溝 導致女子慘摔路面 造成身上多處差錯傷 事後女子將影片PO網抱怨 質疑相關單位該加蓋的水溝為何沒有加蓋 水利局也緊急派人到場 在水溝周圍架設三角錐警示 而車禍事故也發生在屏東 砂石車整輛側翻 橫躺在地 翻覆意外就發生在17號早上8點多 離港鄉三河路上這處砂石場 47歲耐性駕駛準備卸料 卻疑似操作不當 導致砂石車不慎翻覆 造勢原因還有待釐清 只是男子疑似貪圖方便 導致砂石車翻覆 這下自己不僅受到驚嚇 恐怕還得賠償修車費用 記者高雄屏東綜合報導